1月7日 TF8S成员王源 在微博晒出一段自己在挪威雪中耍棍的视频 还配上了西游记中的背景音乐 火涂涂的化身成了孙悟空 十分搞笑 只见王源身着百色羽绒服戴着围巾 手里不停的拿着自己的金箍棒耍来耍去 围巾也随着他的动作不停的晃来晃去 日前王源作为北京市冰雪大使 前往挪威宣传北京2020冬奥会 并恢复挪威拍摄个人原创歌曲十七的MV 王源身穿羽绒服在户外拍摄 白雪爱间尽显晴朗少年期 据悉MV预计将在2月春节后发布 王源挪威之行日程满满 控制室曝光机组高清拍摄图 网友纷纷感叹王源便是少年本人 冰雪之间王源或闭目思考或回眸微笑 白雪爱中仿佛在天地间畅游 近展阳光本质 展现出满满的清朗少年期